講白話 撐月雨 自己有點的讚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面妹 來因小失大 逃避小麻煩 而犧牲大利益 廣府話裏面有句理語叫做 斬腳趾避沙蟲 那為什麼避沙蟲要去到斬腳趾呢 這句話又怎麼來的呢 阿強那件事還禍我阻礙嗎 一定都被人拉了 那麼大話 那怎麼辦啊 他肯定為了不打仕上身 斬腳趾避沙蟲啦 那舊時的人如果覺得腳趾痕癢發炎 都會說是被沙蟲咬 那沙蟲又是什麼來的呢 一般人說的沙蟲有三種 第一種是海產類 即是生活在水裡的軟體動物 有些人很喜歡用來煲湯的 但是你看他的樣子 生得那麼特別 喜歡吃的人才會覺得他是好東西 第二種是蚊子的幼蟲 即是在積水裡鑽來鑽去那種 第三種就是今天所說的沙蟲 一般人未見過 但又會引起皮膚病 清朝的彈瑞在楚庭敗珠錄裡有記載 沙蟲起入人夫 這句這麼簡單的說話 就是將民間傳說中的沙蟲肯定成事實 其實就是將一種皮膚病趕成了鼻蟲咬 大家都知道在舊時農民落水田耕作 為了方便 特別是插殃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打赤腳 那對腳很自然經常要浸水 那些水又骯髒垃坦 那回到家經常會發現 腳掌有很多山滿針眼那麼小的洞 又癢又痛 腳趾吶就更加之嚴重了 一搭一搭 那這種爛腳趾的情況 就被坊間認為是被沙蟲咬過的後遺症 你知道又癢又痛是很難頂的 再加上以當時的醫療技術是很難去根治 所以行在身的時候真是巴不得 想將腳趾斬下來 當然不會有人蠢到真的去斬 後來就形成了一句廣虎礼語 叫做斬腳趾避沙蟲 來形容一些為了避免少少的麻煩和損失 而因少失大 不懂得把握主持的錯誤行為 你不要覺得愚蠢 對應現實之中 真的很多這些斬腳趾避沙蟲的事例 陳龜英,你又搬屋嗎? 就是隔離二叔供狗 見到我就廢 我怕跪了他 就搬吧 那你不是叫做斬腳趾避沙蟲 都解決不了問題 經常有人問我陳村總是甚麼意思 陳村人自古以來比較踏水 負二代問題也嚴重 所以坊間經常開玩笑的 陳村總沒有錢剩 甚至說大家仔的時候 都會加上陳村總三個字 所以有句喬頭語叫做 陳村總洗腳不抹腳 話說在舊時候 信得陳村人有種習慣 就是洗完腳之後不用布抹肝 只能夠將對腳上下左右這樣出力拼乾 都幾高難度 不是的話 就會走衰魂地說 你知道廣東人以水為財 將水拼乾 即是暗語將財氣都散走 所以就用陳村總來比喻花錢無節制的意思 我月頭才給了零用錢 未到月尾你就用完 你正在一起尊重 洗腳不抹腳 昨天有人問我甚麼叫做飲了門觀茶 其實這句是舊時老一輩用來嚇小孩的說話 舊時老一輩會跟小孩說 如果偷飲了門觀茶 或是床頭上的一種神賊 便會笑到收不到聲 其實只不過是怕小孩喝了不乾淨的冷茶 又怕觸犯臣子 後來這句話也引新人嘻嘻大笑 笑到收不到聲的意思 欸包糟婆 為甚麼神早流流喝了門觀茶 哈哈 當然開心 即是在街邊賺了20元 不要招募那些 最後公布上一期的答案 這個地名是讀十八浦 而這位詩人是讀道浦 也有人讀道虎 不知道你又讀甚麼呢 好了 今期的問題就是 烏梨單刀和烏梨馬賊是甚麼意思呢 知道的話 第一流的言 今期的視頻暫時分享到這裏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